持续来关心选情 投票前夕最怕有出现选举奥国来影响选情 之前新竹县长候选人郑永金阵营 揭发了对手邱静纯包庇亲家开色情店 不过检方在昨天出面表示说 当时在网路上所流传的 有情侣在这家色情店的门口吵架的影片 证实是造假的 这样邱静纯痛批说这是选举缴违犯 不过郑永金的好友林光华看不下去 他跳出来痛批说检方的作为真的很可疑 问立平连任新竹县长候选人邱静纯 最后一天游行政院副院长毛志国陪同扫街 对于检方证实在他亲家护肤店门口 男女争吵影片造假 第一时间大骂选举脚尾犯的邱静纯 适隔一天态度转趋低调 各样的花招抹黑抹黄以及其他的孙悟空18遍 通通变完新竹县的县名是鲜亮的 所以相信台湾相继新竹 不越针对影片造假多谈持续拼选票 并定检方查影片言很大 也不能证明亲家所开的护肤店没染黄 但是遭到邱静纯暗奉抹黑选举不择手段的郑永金 原本不想随之起舞 不过好友老县长林光华可看不下去 这个检察官去查的 你不做进一步的侦查 竹北分局提供的资料在官方网站 查到这样子的程度了 那为什么这一家没有去查 因为有门神嘛 投票前夕检方查获护肤店是否色情 却查到影片造假 能为选情造成多少影响 周六揭晓 明天新闻燕心凯新竹报道